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边的销售服务的具体规定也不是都划新 划新的是重中之重 那么什么是交通运输服务 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个概念 就是利用运输工具 将货物或者旅客运达目的地 那么使它的空间位置得到转移的业务活动 那也就是它一定要有点到点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点到点过程中 可能还涉及一些仓储啊等等物流辅助 这个是不属于交通运输服务的 所以呢 大家特别要注意啊 只有说你用了交通工具 这种运输工具 把货物或旅客 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 这种空间位置的移动 才叫交通运输服务要用到了运输工具 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的仓储啊 搬运啊 装卸等等 不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必须要能够知道 好了 那么具体来说 交通运输服务又包括哪些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 像我回家过年的 要坐火车 那叫陆路运输服务 那么它包括铁路运输 以及公路啊 地铁啊 城市轻轨啊 等等 其他陆路运输 那么这里面也包括 这种缆车和锁道 那么一说缆车和锁道 很多考生说 哎呀 那我去香山也做过这样的 这个缆车是吧 那这个也属于陆路运输服务吗 那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台 在游览场所经营的锁道 百度车 这种电瓶车 这种游船等等 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文化体育服务 它不属于陆路运输服务 这点大家特别注意区分台 所以我给大家标注一下 住这个字 要特别注意区分台 那么我们的这里边的缆车和锁道 它承载的一定是跟坐那个汽车 跟坐那个地铁一样的这种功能的 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有个电影叫疯狂的石头 对不对 那么疯狂石头里 那么它所在那个地区 是不是 它从江南到江北 它可以坐船 也可以坐上面的这种什么缆车 对吧 让它那个缆车 拿那个黄博眼 那么拿这个可乐瓶骗人 那个 那种情况下 那就是点到点的一个物理位置的移动 所以这时候这个缆车 这时候的锁道 就跟我们说的地铁等等一样 它实际上是一种什么运输工具了 不是咱们玩的 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 那个游船 这些都属于文化体育服务 但如果说你坐船回家过年 走长江的吧等等 那这叫水路运输服务 所以要注意区分台 这个是我们在这强调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呢 在我们的考试卷面中也出现过这样一个点 就是出租车公司收取的出租车管理费 它属于什么 好 注意 它也属于陆入运输服务的内容 那么这块呢 要注意文字性的选择题 那文字性的选择题 好 陆入运输我们就说完了 那么我们回家刚才说了 除了坐火车还可以坐轮船呢 对不对 那么关于水路运输的含义 很好理解 那么这块我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水路运输里边有这种远洋运输 它包括成租和七租 注意啊 成租顾名思义 就是租一段旅程 那就是为诸船人完成某一特定行次的运输任务 并收取租赁费的业务 注意你千千万万不要一看租赁 就认为它属于我后边说的经营租赁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怎么区分它到底属于经营租赁 还是属于交通运输呢 我一会再说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成租的含义 租一段旅程 那么七租是什么 七租是租一段时间 那也就是说运输企业把配备有操聚人员的传播 成租给他人用一段期间 用一段期限 那么成租期内 那么要听候成租人的派遣 那么不论是否经营 那么要按天向成租方收取租赁费 那么这个发生的固定费用 那么就是由什么 传统负担的业务 那这个概念 大家要注意跟成租七租 它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 实际上共同点就是售票方式的改变 对吧 就相当于那个成租 相当于这段旅程我包了 七租这段时间我包了 但是你会发现怎么的 只是售票方式的改变 这个船开船的人 船上服务人员都还是那些人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 售票方式的改变 所以它依然是交通租赁的水路租赁 但是在后边我们会提到一什么 提到一个光族 提到一个光族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这个光族它就属于经营族力 所以我们要把后边这个内容 拿到前面来 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光族呢 它的特点很明显 运输企业讲船舶在约定时间内 出租给他人使用 注意关键词出现了 不配备操作人员 那就是我把船给你的 然后你自己去招船员 就我不管你这个事 我租的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船 也不承担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只收取固定的租赁费 所以这个可不是售票方式的改变了 这完完全全就是把船租出去了 对吧 那么这就叫光族 它属于经营族力 所以你不能一看租 你就认为它就属于经营族力 这绝对是错误的 听见了吧 那么这三个概念 我列实在这 你不需要背 但是要求大家能够区分 为什么我们考试可以有这样的题 他说一个企业 他可能有一号船是这样这样的 二号船是这样这样的 三号船是这样这样的 他描述了这些概念 说一号船出租给了阳君 对不对 然后收取多少多少这个租赁费 说二号船的话 租了三个月 给了谁谁谁 对不对 然后描述了 然后三号船的话呢 不配备操任员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时候一二三 你应该能够分清 他属于成租齐租还是私租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说上述业务中 哪个船属于成租 那你要能够去分清 或者他问你说 成租应该怎么交增值税 那么这道题你分不清 你会算绝对是瞎了 肯定不行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个概念上区分 但是概念不要背 理解 然后就是看配不配为人 说的更直接就看配人与否 当然有的人反正说 老师你配人太难听了 那就配不配为人 就知道 一定要能够重点掌握 他是可以跟这种大题结合的 听见了吧 要能够注意 要能够注意 就叫什么 成租齐租光租 我曾经看完 说光租就干的 鹿鹿族不配被人的 很简单 他就是组织纯粹的组织 光租纯粹的组织 是吧 那么成租齐租 就是售票放这个感觉 就能够记住 听见了吧 好 这叫水路运输 那我们回家过年 还可以做什么呀 还可以做航空运输 所以我们第三个 交通运输的子目 叫航空运输服务 那么这个航空运输服务 注意一下 它包括什么 航空运输也包括航天运输 也是点到点 只不过这个航天运输 是地球之外 起点在地球 终点在地球之外 所以航空运输服务 包括航天运输 很好理解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又出现了 跟刚才成租齐租 光租相对应的概念 就是失租和干租 那么什么是失租 什么是干租呢 注意 失租的特点是航空运输企业 将配备有机组人员的飞机 成租给他人使用一定期限 最大特点是什么 配备有机组人员 成租期内听后 成租房调遣 不论是否经营 也是收取一定的 租赁发生的固定费用 赢成租房承担 对吧 那这叫什么呢 这叫失租 最大的特点就是 要配备有机组的人员 配人 所以要看是否配备操作人员 对不对 道理跟刚才前面一样 那么经常出差的同学 可能会在那个广播中 会听到这个 说欢迎参加南航失租 山东航空公司 多少航班 那我出差 讲课做项目的时候 我就遇到过 他在广播中说到这个了 那么我们一听 失租 就感觉特别清晰 那他实际上 就是一个售票方式的感觉 实际上就是一个 售票方式的感觉 那么我买南方航空公司的 这个机票 只不过空乘人员 飞机都是山东航空公司 所以他实质上 依然是一个航空运输服务 道理跟前面一样 那么 失就对干嘛 对吧 干族 它是属于纯粹的经营足利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航空运输企业 讲飞机在约定时间内 出租给他人使用 就把飞机给你了 那里边的空乘人员 的空中小姐 你自己去 你要你们公司的 我不管 所以不配备机组人员 不承担运输过程中 发生各项费用 只收集固定的租赁费 这才是存存正正的租赁 我们叫干族 要求跟刚才的 成族七族 光族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说了 就是光族和干族 我一说都只打冷战 啥也不配 那它是纯粹的这种租赁 那么光干都属于经营足利 所以在这再次强调 我要画个重点符号了 要画个重点符号了 那么一定要能够怎么的 要互利用 而且我们像这样的这个成族七族 光族在单选多显题中出现 也是出过的 一定要能够知道 听了吧 好了 那么完没完呢 完没完呢 大家想想水路运输 航空运输 陆路运输 还有一类运输 叫什么呢 叫管道运输服务 那这就拉的不是人了 它主要就是货物了 是吧 人间大炮 那是动画片里的 那是能够通过管道运输到一个点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管道运输 注意它也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这一点不要忽略了 好了 那么研究完了吗 没有研究完 那么我们关于交通运输 我还要给大家有几个提示的点 要求大家能够注意 第一个 大家注意 这个交通运输服务 包括无运输工具的乘运业务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无运输工具怎么还能乘运呢 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我挂个牌子 我说可以帮你运输 对吧 我收你钱 但这时候我不告诉你 我没有运输工具 我接了活以后 那我可能没有运输工具 我怎么办 我找有运输工具的传东啊 这种企业去帮我做 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我没有运输工具 但是我怎么办 我也帮你运输了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也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所以无运输工具乘运也是运 他也按交通运输服务 去理解就可以了 那吧 去理解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已经售票 但客户预期未消费的运输 预期票证收入 那么链接一下 我们教台中 实际上有个重复的点 就属于相同的理解 那就放在一块了 航空运输且预期票证收入 同样道理 那这些也属于你的收入 所以对航空运输企业 也是要交税的 我都干过这个事 比如说 我有一次去这个 我没有寄缩他去连银港 对吧 这个事务机关 已经帮我买好票了 对吧 然后呢 结果突然间改行程了 对吧 改行程了 那这个时候呢 票一退 我说能不能退啊 他说已经找局长签 挺麻烦的 我说得了算了 你也别退了 所以我也不做这个 那我再买另一张机票 我自己套钱买一张机票 然后那个我就打航空公司电话 我说这个票怎么办啊 说我记者是两年内 他说你做同样的这个行程的话 就不花钱了 但是后来两年内我也没去了 我估计这个就这么预期了 那对这个航空公司来说 它实际上是什么 符合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需要交 与售票 但客户预期未消费的 预期票准收入也要交税 像这些都是可以跟考题结合起来的 听明白了吧 是不是 你看我脑子里就想象出了 一个关于交通运输企业的题 就把这些东西给我穿起来了 比如一个航空公司 他有失雇业务 有这种甘租业务 还有正常业务 然后还有预期票证的收入 然后让你帮他算税 那你就得判定哪些交哪些不交 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的 第二个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第三个注意的点 就是我们的运输工具的仓位承包业务 那么这个时候 脑子里可以想象一个案例 我是一个运输企业 我把我货仓那块承包给你了 对吧 那我收你一千万 那么作为发包方的我来说 就以向承包方收取一千万为销售额 相当我把这块卖出去了 那这时候我是要交税的 他也是提供的那种服务 然后呢 你支付给我一千万以后 大卡卡对不起 然后你支付过一千万以后 那么你作为承包方 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你从我这批发了 然后你在零售啊 你可能收了滑啦滑啦收了一千八百万 你就能挣了八百万对不对 那这时候承包方已向托运人收取的 这个一千八百万也好 一千五百万好 这个全部价款价位费用 销售额 对吧 这很好理解 这就叫运输工具的仓位承包业务 你想上一个案例 就非常好理解了 那当然这块就可以跟考试题结合了 对不对 跟考试题结合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这个也有这个 刚才说的第四前三项 也有这个 对吧 运输工具的仓位承包业务 那么大家要能够知道 它也是一个应税范围内的 然后接着呢 还有一类叫什么呢 叫做运输工具的仓位互换业务 那这个可能两个航空公司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你可能你单独走拉不满 我单独都拉不满 那这个时候咱们俩怎么的 拼单相当于 对不对 那这时候 双方均以各自换出运输工具 仓位确认了全部价款和价位费 为什么 为销售额 那么换出的相当于卖出去 所以呢 你不要把它想得很高大上 你不要一说仓位 你就认为很复杂 那么它就是一个卖的过程 对吧 卖的过程 那刚才那个仓位承包就卖给承包方 那卖了交 那现在互换的话 那我换出的就卖出去的 对吧 那这个呢 也都要交 所以呢 这块重在理解 重在理解 那么整个交通运输服务 我们是画星星的 所以我提示的点 都是重要的点 要求大家能够注意 好了 我们看这样一道题 说下列属于现代服务 缴纳增值税的事 哎 这就把成猪七猪四猪 干猪光猪 给你放在这 那么属于现代服务 那没讲啊 那就是经营足利 就是现代服务中的一个子目 所以他问的是属于现代服务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干猪和光猪 那么答案就选A就可以了 那答案选A就可以了 那么BCD都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是不是 那么这道题有没有可能延伸呢 你看我的解析 如果这道题我还是ABCD这个备选项 这四个备选项 只不过我是这么问的 说下列属于交通运输服务中的 水路运输服务的事 那这道题就是多选题了 对不对 那就得选七租和成租 您不能选失租 那我刚才为什么举那个例子 说经常坐飞机的 然后还举了什么南方航公司 失租三航 这是我坐飞机是遇到的 这个例子不是没用 就是告诉你 失租针对的是航空运输服务 成租七租针对的是水路运输服务 有的人说老师这个需要计吗 会考这么细吗 不排除 为什么可能我们的政策中就说了 说这个针对成租七租业 等等等等 你要不都不知道它适用什么样的企业 那肯定不行 所以呢 对这样的概念还是要知道的 我们考试有时候考的很细 所以这样的题要有一定的拓展性 要有一定的拓展性 所以在这呢 我们强烈这个点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听见了吧 那湿对干 对吧 然后光对成破漆 那就很好理解了 干族光族都属于经营主力 现代服务中的经营主力 我们后边还会给大家提一下 好了 交通运输服务 你看 它考的很细啊 再来做一个吧 只是19年的一个典型立体啊 说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 自有出租车的司机收取的管理费 应该缴纳增值费 它属于什么呢 哎 属于什么 哎 刚才说过了 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交通运输服 选B就可以了 这都是属于记忆性的问题 好了 交通运输服务 跨行星的讲过了 那么接着来说说邮电 这是两项邮政和电信 那么这块我们考试考的不多 所以我没有跨行星 大家要能够知道 首先说邮政服务和电信服务 都属于我们销售服务的 子幕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具体来说 这个邮政服务呢 它包括普通服务 特殊服务和其他服务 那么其他服务中包括 邮策等邮品的销售 还有邮政代理等等 因为我们邮政是专营的 对吧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啊 一说邮品销售 那么这块很容易 做一个错的判断 为什么 邮品它实际上是有型的 能动的 那么我们这个邮品销售 它不是按销售货物来 而是属于提供的是 邮政服务中的其他服务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邮策等邮品的销售等等 这个呢 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关于这个邮政服务中的 特殊服务 它主要针对的是特定的群体的 那普通服务就是我们老百姓 经常设计的 包括邮件的记地 邮票的发行 报刊发行和邮政的汇兑等等方式 那么都属于邮政服务中的普通服务的范畴 能够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说是电信服务 电信服务呢 它包括两块 一个叫基础的 一个叫增值的 那么这块区分呢 你倒不用管 说这个后边用不用去背呢 不用 那么我们大致知道一下 你比如增值服务里面 像卫星电视信号 落地转接服务 就属于增值服务 那么基础服务就是宽带呀 等等这个出租和出售业 就属于基础服务 那么理解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做区分呢 因为二者之间的这个税率上 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所以电信的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 它是分两类的 能够知道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张PPP 大家把握到这种程度 考试勾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又一个话惺惺的 叫建筑服务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建筑服务 就指的是各种建筑物啊 构筑物啊 构筑物的概念 我们上张课给大家补充了 是吧 以及附属设施的建造 修缮装饰等等 包括管道设备的安装和其他工程作业 那么具体来说 它又包括像工程服务 安装服务 修缮服务 装饰服务和其他建筑服务 好 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这块需要强调的点 第一个就是修缮服务 它指的就是对建筑物构置物进行修补 加固 养护 改善 使它恢复原来的使用价值和延长使用期限的工程作业 读不读 我们实际上在上课说了 就是看对象 修理修配 它的对象是货物恢复原状 那么修缮服务是使这种建筑物构置物恢复原来的使用价值 所以看对象修缮服务的对象是这种不动产建筑物构筑 所以它属于建筑服务 而修理修配它属于货物 那么它应当销售老物 我们上一堂讲过了 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然后提示一下第二点 我们一看到固定电话 一看到有线电视 一看到宽带 那么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什么 通常想到的 它都是电信局给我们提供的服务 所以我们很容易认为它是一个电信服务 但是大家注意了 固定电话 有线电视宽带 包括水电气暖等经营者 向用户收取的安装费和出装费 开户费 扩容费 以及类似的收费 那么这个呢 注意 属于什么建筑服务中的什么呢 这种安装服务 这个我觉得稍微要提示大家注意这么一丢丢 注意这么一丢丢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根据实质磕税 物业服务企业为业主提供的装修服务 装修服务也属于建筑服务中的一种 对吧 像这种装饰服务都属于建筑服务 所以你不能一看是物业公司给你提供的 你就认为它属于这种现代服务中的商务辅助服务 不是 而物业管理服务 物业公司给我们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 它是属于现代服务业中的什么商务辅助服务 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开 注意区分开 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其他建筑服务 实际上就是除了这个工程安装修缮装饰以外的建筑服务 我们叫其他建筑服务 那这里边需要大家注意什么呢 哎 出现选择题必须要会 第一个平整土地属于其他建筑服务 平整土地属于其他建筑服务 它不属于什么工程服务 不属于安装服务 用那么细吗 哎 我们以前考试提供设计过这么细 所以大家能够知道 所以平整土地属于其他建筑服务 还有园林绿化 我们很容易把它搞混 认为它属于现代服务 不是园林绿化属于其他建筑服务 瓦坑啊 霍宁啊 对吧 跟那个盖楼都很相似的吧 还有一个输军 那么当然这个航道输军 它属于物流辅助服务 为了通行方面 除此之外的这个输军 对吧 包括爆破表面附组 玻璃和清理等工程作业 都属于其他建筑服务的范畴 好了 那么关于其他建筑服务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关注 平整土地的问题和 园林绿化的问题 那么关于建筑服务中呢 我们也要注意 可能出现讲建筑施工设备 出租给他人使用 并配备操作人员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依然属于建筑服务 依然属于建筑服务 不属于租赁服务 好了 那么关于建筑服务 我们把握到这种程度 就满足了征税范围的考试需求了 那么我们看一道题 说夏立各项中 阴暗的销售服务中的建筑服务 计算增值税的事 那就是什么 平整土地 出售住宅 住宅不动产 那是销售不动产 那么出租办公楼 那么这个出租属于现代服务的 范畴属于租赁 那么地转让土地使用权 那属于销售无形资产 那么这个B和D呢 我们上当个都讲过 对吧 B和D上当个都讲过 那个C的话 属于现代服务中的租赁服务 我们一会儿会说 那么答案就说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另一个话惺惺的 就是金融服务 你像建筑啊 交通啊 金融 这都可以在大体中 作为行业背景去考你 所以这些基本功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么金融服务呢 它是一个集合概念 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几大类都是集合概念 比如交通运营服务 它包括陆路水路 航空管道 它是个集合概念 它下面还有紫木 对不对 那么金融服务也是这样的 它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贷款服务 啊 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以及金融商品转让 所以它包括这么四大类 啊 四大类 那么我们 缤纷至四度来说一说 首先说贷款服务 贷款服务 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贷款服务 和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注意贷款服务 大家注意它出现最多的关键词 是什么呢 就是利息 及利息性质的收入 是吧 哎 比如说金融商品持有期间 含到期的利息收入 啊 包括保本收益 啊 报酬啊 资金占用费啊 补偿金等等 那么这种利息收入属于贷款服务 千千万万不要认为 它是金融商品转让 我们说金融商品转让 是卖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有买进来 然后卖出去 像倒一手 这才叫转让 而我们说的金融商品持有期间的 利息收入属于贷款服务 这得大家注意 所以贷款服务 它的最美关键词 就是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 啊 所以持有期间啊 它是属于贷款服务 所以我刚才说了 这个子目中的第四个叫金融商品转让 不叫金融商品 你不要认为跟金融商品有关的 全都放在金融商品转让中 或者放在金融商品中 不对啊 没有一个金融商品的这么一个子目 叫金融商品转让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叫信用卡透支的利息收入 你在免息期内还款 那这个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 但抄期了 那要给银行利息 对吧 那这个对银行来说 就相当于把钱贷给你了 所以它也按贷款服务 又是一个利息收入 然后买入返还金融商品的利息收入 啊 那么融资融券收取的利息收入 什么是融资融券 我就不展开说了 那就是炒股的同学 大家知道 对不对 达到一定条件的话 可以开融资融券账户 对吧 那就是夹杠杆去买 那就相当于 跟这个 证券公司借钱 去炒股 对吧 以前我这么干过 现在胆越来越小 就不敢这么干了 但是账户还开着呢 它这个年化利率还挺高的 肯定比银行的 这个一般利率要高 好 这些都是利息收入 都是利息收入 是不是啊 好了 那么注意强调的点来了 强调的点来了 第一个融资性售后回租 注意融资性售后回租要打勾勾 注意融资性售后回租不能一看说有租就认为它是租赁 不是这样的融资性售后回租它也属于贷款业务 听下来吧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像伐息啊 转贷等业务取得利息和利息性的收入没什么说的 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票据贴线 你们会计中有这个会计处理问题对吧 票据贴线的问题 那么票据贴线 那么取得利息和利息性的收入也属于贷款服务 所以把这两个稍微要记一下对不对 另外一个有几个提示的点 第一个刚才我们强调了融资性售后回租 它属于贷款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融资性售后回租中 那个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 注意不是卖 它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售后回租 售完以后再租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售 注意啊 先卖给你 然后再租回来 所以我就是这个承租方 那么这个我售的那个过程中 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这个是要打一个重点方号 需要注意的 所以这个售后回租的售 不是销售的售 好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啊 就是啊 这个售后回租这个售 是不需要交税的 听见了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关于金融商品的问题啊 金融商品 大家注意啊 持有期间取得的非宝本的 上述收益是不征税的啊 这个要注意掌握 要注意掌握 宝本收益 叫非宝本的 不叫 注意这个差别 注意差别 还有一个注意 就是货币资金投放 收取的这个固定利润和保底利润 实际上就是把钱借给你 变相的一种利息 根据实质可税 它也属于贷款服务的一种 好了 贷款服务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贷 然后收取利息或利息性质的 以及考虑到实质可税的情形 那么我刚才说了 你要注意贷款服务 跟什么 贷款服务 跟这个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的区别 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呢 它不是把钱贷给你 获得的利息收入 那么对这种金融机构来说 它本身提供的是一种什么 一种服务 直接的服务 直接的服务 包括什么 信托管理啊 基金管理啊 账户管理啊 货币兑换呢 对吧 货币兑换 收你的手机费啊 等等 然后的话呢 信用卡呀 对不对 我收你年费啊 等等 那这个不是把钱借给你 你要注意区分盖 刚才我说的信用卡 透支利息 是你办完信用卡以后 然后你刷卡 你没还钱 那就相当于 我把钱借给你的 然后你支付利息 那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信用卡 透支利息收入 那么如果说 你这个信用卡有年费 当然我们现在 一般卡刷几笔以后 他就怎么的 这个免费 免费就免了 但有些卡的话 他就收费很高的 然后他有后续的 一系列的配套服务 那这时候 这个免费 他不是说 我把钱借给你了 而是什么 而你是在我这办卡 然后给你提供一些服务 我收取的 那么这属于 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 那么不用去背 但是要能够理解 他的这个含义 好 那么这是金融服务的第二个 第三个叫保险服务 包括人身保险服务 和财产保险服务 所以保险服务 他没有单独的 销售服务的税募 他放在了金融服务里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第四个 就叫金融商品转让 我要花重点符号 重点符号 那么首先 我们来理解一下 什么叫金融商品 理解即可 那就是外汇 有诈证券 非货物期货 其他金融商品 所有权的转让行为 叫金融商品转让 对吧 注意是非货物期货 不包括货物期货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那个 其他金融商品 具体来说 又包括基金信托 理财产品等 各类资管产品 和各种金融产生品 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知道一个点 购入基金信托 理财产品等各类 资产管理产品 持有之到期 注意这不是一个转让 所以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 拿着到期 那只不没卖 只有说卖了赚差价了 才叫金融商品转让 对吧 另外一个 转让 因同时实施股权分制改革 和重大资产重组 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形成的 限售股 有的说 老师 这什么叫股权分制改革 这个咱们不扩展 这么抽象出来 就是转让 上市形成的限售股 以及上市首日至节锦日期间 这些限售股生下的小宝宝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了试动股或转股 那么这时候你给他卖了 那么限售股也是股 所以他也得按什么金融商品转让纳税 那么以上市首日的开盘价作为买入价 作为买入价 这个呢 我们后话再说了 因为我们金融商品转让纳税的时候 他是卖出价减免 买入价是一个差额纳税的问题 他涉及我们后边的纳税问题 在这就不管了 好 那么我们金融服务掌握到这种程度 从目前的授客来说就够用了 对吧 就是能够知道他征税范围了 好了 那么我们做一道题来感受一下 说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取得的下列收容 属于贷款服务的是 你看他告诉你的 这些属于金融服务 但是要你分清他属于贷款服务 还是不属于贷款服务 你看他要求能够区分开 所以他考得很细 就是这个意思 A 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保底利润 就相当于把钱贷给你 然后这个保底利润就相当于你给我的利息 所以这属于什么 属于贷款服务 然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取得利息收入 我们贷款服务的最美关键词就是利息收入 所以这个要选 然后C 同样道理 买入返还金融商品的利息收入 也属于利息收入 对不对 然后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取得了 非宝本收益 刚刚说了 这种情况下是不缴纳增值税的 所以答案是ABC 所以它不是背出来的 它是理解出来的 寻找最美关键词 然后理解就是什么 这种失职可睡 刚才所以我这个解题的过程 就是跟我授课过程 充分的统一起来 你比如说 这个我还要背 听完了还得背 对吧 那么更多的还是理解 然后加记忆 不要纯粹的四基因背 否则的话 我们东西确实太多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金融服务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现代服务 什么是现代服务 它是围绕着制造业 文化产业 现代物流产业等提供技术性 知识性服务的业务活动 叫现代服务 它有别于我们一会儿 要讲的这个生活服务 那么大家想制造业的生命是什么 是研发 对不对 是研发 所以像研发和技术服务 就是制造业的一种 技术性的 知识性的这种服务活动 所以它属于什么 属于现代服务 所以你会发现 现代服务 它实际上是我们制造业 文化产业和现代物流产业 的一个配套的这种服务 我们把它划归到现代服务 好了 那么它也包括若干个子诺 那么这里边有些子诺 考试时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觉得它标星了 有些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比如研发和技术 我们知道它肯定属于现代服务 对不对 那包括什么研发 合同能源管理等等 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像这种信息技术 那么这些都属于现代服务的范畴 对吧 现代服务的范畴 然后说说这个文化创意 注意是打星星的 文化创意 那文化创意它下边又包括 比如说设计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 广告服务 会议展览服务 这些都属于文化创意 注意它包括广告服务和会展服务 为什么 有了东西 就是看了广告 就产生购买欲望 对吧 什么 是不是 那它就是一种文化创意在里面 那为什么会议展览 它也属于文化创意呢 你到有的展厅去 你就发现 特别舒服 就有这个购买的欲望 对不对 那有的进去后觉得特压抑 所以它是有这个设计在里面 是有创意在里面 所以广告服务和会议展览服务 都属于文化创意 好 然后提示一点 像我们有的这个宾馆 旅馆 旅设度假村 一些进行住所场所 它在里面可以给咱们提供这个会议服务 对吧 然后呢 倒个锁 安排个投影 是吧 那么提供这种会议场地及配套服务的活动 属于会议展览服务 那么换句话 它也属于文化创意 道理一样 那一看布展 特别舒服 开会觉得赏心一目 一个 在里面 对吧 这个大家能够知道 然后就是什么 跟交通运输服务相对应的一个物流辅助 我在交通运输呢 为什么写个大字点到点呢 就是我们说点到点 它的物理位置移动的提供方收取的收入 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还会有一些配套的物流辅助啊 比如航空服务 你下飞机 你不能跳下来吧 它有这个啊 悬梯等等 对不对 一系列的东西 包括啊 这种什么装卸搬运 仓储服务啊 收派服务等等 它都是保证点到点 位置移动过程中 所提供的一些基础性的 配套性的服务 所以它属于物流辅助 那么注意 它不属于交通运事服务 你再强调 它属于现代服务 它的税率是完全不一样 要注意 要注意 所以呢 大家注意 在我们的考试题中 可能这个企业 它既有交通运输服务 又有物流辅助服务 那你要分别去算 要分得清 才能算得对 所以这块 我们要打星星啊 打星星 要能够知道 然后就是租赁啊 也要打重点符号了 哎 但是租赁这块 我们首先要知道 它包括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对不对 那么关于光和干的问题 光租和干租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它跟成租七租失租 不一样 成租七租失租 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而光租干租属于 现代服务中的 租赁服务中的经营租赁服务 那为什么要区分呢 因为租赁 它既包括融资租赁 又包括经营租赁 明白了吧 好的 包括两个 稍微就把这个 它的两类说完了 这个讲过了 对吧 那接下来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注意 把建筑构筑物等不动产 这个大家见过吧 那个就是大楼上那些广告 对吧 或者飞机车辆都有行动产 飞机上的也有 对不对 哎 那么它的广告为出租 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用于发布广告 那这个时候属于经营租赁服务 属于经营租赁服务 租出去了 把位置租出去了 对吧 还有呢 就是车辆停放服务 道路通行服务 包括过路 过桥 过闸 桥闸路的这种费用 都属于经营租赁 属于不动产的经营租赁 都是租出去了 你想想这个车辆停放费 现在这个收费挺高的 对不对 那租房呢 你叫出租 那只不过住那个不是咱们人了 是车了 那也属于租赁 好了 那么这个一和二一定要知道 然后再啰嗦一句啊 那就是融资性售后回租 虽然带租 但它不属于租赁 它属于金融服务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前面讲过 所以这个提示三都讲过了 都讲过 但是特别容易混淆 所以在这再强调一下 租赁很重要 那么见证咨询就知道一下 它包括认证服务 建政服务 咨询服务 像那种翻译 市场调查等等 都属于咨询服务的翻头 那么还有呢 就是广播影视 广播影视呢 它也属于我们说的 现代服务的翻头 而属于大的文化产业 大的文化产业 好 那么这是大家注意的 大家注意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商务辅助 它包括企业管理服务 经济代理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和安全保护服务 叫做商务辅助服务 它包括什么 要求大家知道 提示两点 拍卖行 受托拍卖取得的手续费货佣金 属于经济代理服务 它不属于金融服务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 纳顺提供武装守护押运服务 属于安保服务 安保服务也属于商务辅助服务 也属于商务辅助服务 请大家能够注意 这是第八点 然后就是其他现代服务 其他现代服务的范头指的就是 除了刚才讲的八点以外的 现代服务 叫其他现代服务 那么这块提示两个点 第一个 为客户办理退票 而向客户收取的退票费 手续费等收入 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这个退票费 手续费这个 还是很重要的 对吧 另外一个 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 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 这个也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这块要求大家重视起来 它可以跟大体结合 要求大家特别注意 它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好了 我们看一张典型立体 下列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其他现代服务 计较增费费的勇 就考得很细了 这个考得很细了 它可没问你说属于现代服务的事 问你属于现代服务中的其他现代服务的 那就是除了那八项以外的 对不对 就要能够选出来 第一个 为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维保服务 这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而这种武装守护押运服务 它都属于我们说的什么 商务辅助服务 属于一种安保服务 所以B和C是不对的 而车辆停放服务是车租房子住 属于租赁服务 所以答案是A 那B C属于商务辅助服务 D属于租赁服务 到考场上就没有这么难了 考场上他肯定告你单选多选 你一下就秒差了 但是我说了 我们在讲课时 就把单选多选 那个提示给你去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拿得准 你说一含糊 那得了 前面讲的没过关 赶紧再把前面讲的给我复习到位了 这是我讲课的第二遍再说了 以后就基本上不啰嗦了 除非我可能随手一翻我新浪微博 发言评训练又说这个问题 我再强调一点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然后说说这个生活服务 生活服务就是老百姓那一块了 满足城乡居民 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类服务活动 那有什么呀 文化体育服务 注意啊 这叫文化体育服务 我们刚才那个叫文化创意不一样 别搞混了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教育医疗 是咱们老百姓离不开的 对吧 关心教育 关心医疗 对吧 还有呢 旅客游啥的 旅游啊 娱乐服务 这些都属于生活服务 还有餐饮住宿 吃饭住宿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 就是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 基本需求 然后还有包括什么 居民日常服务 注意啊 居民日常服务和生活服务 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那么生活服务是个大圈 它包括这么多 居民日常服务 只是这个大圈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 哎 我们的文件中有的说的是 居民日常服务 怎么怎么样 你不能把它扩大到生活服务 所以一定要强调这个概念啊 那居民日常服务和生活服务 很多考生他跟你搞混 不是一个大圈中的一个小圈 大圈是生活服务 然后小圈 小圈 小圈 才是居民日常服务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提示几个需要注意的点 咱们吃饭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饭馆呢 它有一些外卖食品 那么提供这种餐饮服务的 那是销售的外卖食品 到底属于什么呢 也属于餐饮服务 你不能说它有型的动产的 就认为销售货物 不是 它属于我们的餐饮服务 换句话说 就属于销售服务中的生活服务中的餐饮住宿服务 对吧 餐饮服务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纳税人现场制作食品制 并且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也属于餐饮服务 这都画到一类里边了 那么关于索道 百度车 电瓶车玩的这些 游览场所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文化体育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后注意植物养护服务属于其他生活服务 而这个 其他生活服务就除了这几类以外的 对吧 那么我们界定这个植物养护服务属于其他生活服务 这个你要注意跟哪个区分开 对这个啊 安装预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也带保养 也带保养 对吧 大家注意啊 这个叫养护 你要注意区分开 好了 我们看看这样一道题 如果下列增值税应税服务项目中应当按照租赁服务 计征增值税的事 飞机的干租 那就是租赁服务 失租是交通应租的 宾馆的住宿服务 那这个属于租赁服务 不是啊 餐饮住宿 它属于生活服务 是吧 传播的七租 七租 成租 失租 属于交通应租服务 融资性收费回租 虽然带租 但它不是租赁 它属于金融 所以这道题是选A 选A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就是出席老师 这么考 都有租 租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是吧 它把这个租的都给你拿出来了 让你去 能够区分开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说 下列增值税应税服务项目中 应按租赁服务 计征增值税的事 这个融资性收费租肯定不能选 刚才分析过了 对吧 提供会场地及配套服务 这是会展服务的范畴 不属于租赁服务的范畴 是不是 有的画星星了 有的没有画星星了 所以要求是不一样的 一句话 有熟悉 有掌握 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能够会做我刚才给大家举例的这种选择题 那么注意 考的有时候还很细的 他会问到你具体的 说属于金融服务中的贷款服务 所以一定要看得深入一点 对不对 另外一个 这些内容也经常成为计算综合题的基础性知识点 如果他不会了 那么往往你的考试会出现短版 那就不会算税了 比如我说的一号船 二号船 三号船的问题 对吧 那你分不清 你当然就算不对了 好了 那么这一讲杨老师就带领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